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一箱主打 CP 值的小米跟 Realme 近期都在台灣推出萬元以下的中階新機 前者則是紅米 Note 8 Pro 後者則是 Realme XT 那麼這兩款非常相似 不但性價比都相當的高 連同相機方面也採用上四鏡頭設計 其中也都帶來了 6400 萬畫素的主鏡頭配置 不過它們之間在外型規格上還是有些差異 那我們趕緊來看看它們究竟差在哪裡吧! 基本上兩款在正面的設計上可以說是一樣的 同樣都採用水滴造型的螢幕 也把前鏡頭放置在這個區塊 同時鏡頭也隱藏在上方的邊框 而邊框的厚度也都相當窄 加大的差異則是在背面的設計 雖然鏡頭同樣採用垂直排列 但位置一個擺在中間 一個則是左上角 而在仔細觀察的話 紅米 Note 8 Pro 的第四顆鏡頭 其實是放在閃光燈的下方 至於三鏡頭下方的則是指紋辨識器 這相較於 Realme XT 的螢幕指紋較不方便使用 另外也因為距離問題容易弄髒鏡頭 那麼顏色的光澤表現也不盡相同 紅米 Note 8 Pro 具備了四種顏色 包含電光灰、珍珠白、冰翡翠以及深海藍 其中灰色、白色以及綠色採用較為一致的配色 且反光效果則是以直線條為主 至於較特別的深海藍則是透過漸層色 並透過曲線反光來模擬深海的景色 而 Realme XT 共有新圖欄以及銀翼白兩種 相較於前者擁有更獨特的 X 型光紋效果 接著看到主要的設計資訊 Realme XT 擁有較小的體積跟重量 但老實說差距並不大 另外想要一手掌握 基本上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不會想要單手操作 就需要藉由單手模式來達成 至於材質方面兩者都一樣 像是同樣採用前後康寧第五代玻璃 而邊框則是採用塑膠來製成 並透過亮面處理來模仿金屬的質感 那麼在防污性兩款都擁有 最基本的深火防塵跟防潑水 但還是建議大家把它當作沒有 並情況方面表示 IP 等級 至於感應器方面就簡單帶過 除了指紋辨識之外 兩款也具備獨立的2D臉部辨識系統 而其他基本的感應器兩款也都沒有缺少 但紅米 Note 8 Pro 還多出紅外線遙控 能夠用來遙控相對應的電子產品 這也是 Realme XT 所沒有的功能 再來說到螢幕顯示 前者搭載6.53 吋 後者則是 6.4 吋 基本上尺寸差距不大 因此我認為不是挑選的重要條件 較大的差異則是在螢幕材質 前者是 IPS 後者則是 Super AMOLED 當然在顯示上根據國外媒體的評測來看 兩者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也都能夠播放 HDR 高通態範圍影片 但如右面 XT 因為是 OLED 面板 所以對比度、色彩表現相對較為優秀 也將能展現出 HDR 效果 另外也多出 Always On 顯示的功能 能夠持續顯示時間等用途 同時也不會耗費太多的電力 後面 Note 8 Pro 則採用 LCD 螢幕 雖然無法展現出 OLED 的高對比以及極黑顯示 但 LCD 相較之下比較沒有色衰烙印的狀況 不過 OLED 只要好好的使用也可以延長使用的壽命 那麼在亮度方面 根據國外媒體的評測 Homing Note 8 Pro 在自動模式下可以達到 640 尼特 而 Realme XT 雖然只有 447 尼特 不過因為 OLED 的面板特性 可以減少更多的反光度 因此預計兩者在強光下都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接著看到主相機配置 兩款都搭載了四組鏡頭 而在規格上則大同小異 首先看到 6400 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同樣都是選用三星的 GW1 感光元件 也都支援 PDF 相位對焦 能夠提供相當快的對焦速度 另外也都具備像素四合一的技術 藉由提升單像素面積來增加整體的進光量 有助於夜景拍攝獲得更明亮、乾淨的照片 而光圈較大的 Realme XT 理論上會好一點點 但使用這項技術時畫素都會降低 因此主要拍攝下會以 1600 萬畫素為主 當然如果有大圖輸出或是裁切的需求 那麼也都可以透過 6400 萬畫素模式 來獲得更多的人物細節 但前提是盡量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 才能有最好的拍攝品質 至於兩者的畫質表現 因為採用不同的影像處理器 所以在細節、HDR 以及對比度的處理都不盡相同 而國外評測媒體表示 紅明農 X Pro 的細節對比表現較好一些 Realme XT 的 HDR 效果下手較重 其他技能方面 兩款都還具備超廣角鏡頭 這對於拍攝時在有限的距離下 可以容納更多的景物 也能拍出野外風景的壯闊感等等 其他則是景深以及微距鏡頭 而景深鏡頭則是幫助人像模式 能夠獲得更自然的潛省聲效果 比較特別的是微距鏡頭 是目前手機中較少間的配置 能夠透過極近的對焦距離 拍下物體的細節 而紅明農 X Pro 的對焦距離 相較之下更近 再來看到相機應用 兩款都擁有 AI 長期辨識、專業、手持夜景等模式 而說到較大的差異 可以看到紅明農 X Pro 的手動快門 最長可以來到 32 秒 因為輪像模式的景深效果 也可以做調整 那麼 Realme XT 雖然快門僅有 16 秒 但還手持可以到 6400 同時還具備超級幻彩的功能 能夠加強照片的鮮豔度 至於錄影方面 兩款能夠錄製的解析度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像是同樣支援 4K 錄影 也都具備 120fps 跟 240fps 的慢動作 還有 960fps 的超級慢動作 但因為兩個的超級慢動作都是補真技術 所以畫面多少會較不自然 再來說到前相機 可以看到在畫素方面不太一樣 雖然前者擁有較高的畫素 也具備 12 類的場景辨識 但實際成像還是要以實際為主 而其他則一樣提供 AI 眉顏、手動眉顏 以及多種人像風格、效果 那麼在音訊部分差別也不是很大 兩款都採用底部單喇叭設計 而根據國外評測媒體表示 6mm XT 的喇叭音量大升許多 至於其他部分 兩款也都保留了 3.5mm 耳機孔 但都不支援高解析音訊輸出 比較大的差異則是在音效技術 6mm XT 還搭載杜比全景聲 這在使用耳機並開啟這項技術的時候 可以獲得更具環繞感、震撼感的聽覺體驗 最後看到音體方面 兩款都採用 Android 9.0 系統 並都搭載自家客製化的介面 因此稍微會有一些差異 那麼在處理器部分 前者選用聯發科的 G90T 後者則是高通的 S712 這些在定位上都是屬於中高階的處理器 那我們直接看到安兔兔的跑分資訊 可以發現在整體效能上 G90T 相較於 S712 要高出將近 5 萬分 甚至已經超越兩年前的旗艦處理器 像是 S835 還有跟經典高通最好的中高階處理器 S730G 不相上下 另外同樣在 CPU 的跑分中 也可以發現 G90T 的效能 比起 S712 要更好 至於 GPU 方面 雖然 G90T 主打遊戲需求 但從跑分中可以看到 仍然無法跟旗艦處理器做比較 但整體還是勝過 S712 不過跑分歸跑分 實際遊戲的操作順暢度 還有處理器維持在高性能的持久性 這部分還是要以實際為主 但在平常使用的情況下 兩款手機的順暢度都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玩 3D 大型遊戲在預設畫質下 也都可以玩得流暢 但效能越頂尖 越能應付更多的遊戲 因此兩款間從跑分來看 紅米 Note 8 Pro 會是更好的選擇 但假設你有玩崩壞 3 等需要高效能的遊戲 那麼建議選擇更高階的處理器 接著其他硬體就簡單帶過 可以看到 Realme XT 擁有更大的記憶體 理論上記憶體越大 越能同時開啟更多的應用程式 但以目前來說 6GB 已經是非常夠用的配置 至於電池方面也有一些差異 紅米 Note 8 Pro 具備更大的電池容量 不過支援的快充瓦數較少 預計充保電需要 2 個小時 而 Realme XT 則只需要 1 個小時又 20 分 那麼在續航表現 兩款手機都相當優秀 預計一般使用下都可以撐上 1 到 2 天 而前者因為具備更大的電池 整體來說電力更持久 而後者在最後一項勝出 是因為採用 OLED 螢幕 相較之下播放影片時會更具優勢 而在連結方面整體上可以說是相同 同樣都採用正反可插的 USB Type-C 也都擁有 NFC 配置 通訊部分則都支援 4G 加 4G 雙卡雙待 不過 Realme 具備獨立的三卡槽設計 就不用因為使用雙 SIM 卡而犧牲掉記憶卡 另外後者的 2CA 還支援更多的電信商 像是台灣之星亞太電信 目前兩款都已經在台灣販售 且最高版本的價位也都相差不大 那麼這兩款都擁有相當高的性價比 也都不會因為價位而犧牲掉一些基本的功能 可以說是近期便宜又大碗的中階手機 當然以這兩款來說差距並不是很明顯 因為相似出太多且各有所長 但假設硬要說差別 我認為如果你很在意螢幕顯示的話 那麼採用 OLED 螢幕的 Realme XT 整體表現上會更好一些 那麼如果你覺得效能更重要的話 HOME Note 8 Pro 會是更好的選擇 至於其他部分就依照自己的需求考量即可 那麼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要問你們看完影片介紹後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呢? 趕緊在右上方投個票吧! 還有別忘了在影片底下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IG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